生命是什麼 這個複雜的問題 在飢餓的人面前 會變得非常簡單 飢餓它是一種 很純粹的感受 它和生病不同 因為絕大部分的疼痛 都會在病癒之後獲得緩解 但是即使暫時吃飽了 過不了多久 身體最單純的渴望 又會再現 難以形容的飢餓 重新從胃中湧現 沒有任何一種藥物 能夠讓人 永遠擺脫這種痛苦 曾經有人說過 如果入睡前 把石頭壓在肚子上 就可以減少飢餓的感覺 其實他們的痛苦 只是極端氣候的一個環節 沙漠化的氣候 使得河底均裂 沃土變得乾燥 成為沙塵 沙哈拉沙漠 這幾十年來 不斷地變大 耕地逐漸地減少 草原化為沙漠 野獸在岸邊飢餓 甘殼而死